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今天在录的是7月的A用品 是我头一次在A用品这个主题里面准时的一回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 话不多说 那前两天呢 我刚刚录了一个短视频 就是这个Kiko的三系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Kiko买二送二 然后买阿福就可以免油 所以可以收很多很多很便宜的东西 而且它除了买二送二 还有那个就是在本身打折的 已经低到了三折 所以呢 你们可以去陶一陶 但是这个我真的很推荐 因为本来三系买二送二 我就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然后这个呢 它还可以免费的课字 然后你可以选 就是你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它的图案 还可以选取这个字 字可以课两行 可以课英文或者中文 所以你如果想表白你的女朋友啊 或者是对女朋友 就可以写你想要的字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推荐的一个颜色 也很好 然后三系的分量够重 而且它是一个丝铁的细扣 看 它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这个是一个 这个红豆沙色的 316超级火的颜色 它是蔡文静同款 然后张一山手上拿的也是这个 然后我现在嘴上涂的就是这个颜色 你们看一下 非常好看 我现在没有薄涂也没有厚涂 大概就是涂了这么一层 然后呢就很好看 然后它厚涂也很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 在手上先测一下 那你们看这个颜色 十分好看 然后再来个厚涂 好看吧 而且它上纸的质地啊 就是不粘也不厚重 它有点像Charlotte Tiboray的那个质地 和它的形状也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我那根找不到 我回来找一找给你们看一下对比 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它上嘴的感觉也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 就是很很大牌的一个质感 而且它的味道也 也OK 反正就是太划算了 我觉得它现在卖完了 就是剩 买二送二 就是算下来才三块多钱 但是这个我觉得 这个质地就是三十多块钱的质地 它太厉害了 赶紧去买了 嗯 第二个就是Hourglass的这个粉条 其实这个东西 已经火了很久了 然后呢 我是一直想买 但是一直没有折扣 一开始是德国哥们买不了 后来德国终于可以买到 然后是在什么Cute Beauty啊 Beauty Leash Beauty Bay 这种地方可以买到 然后呢 我之前买了一些其他Hourglass的东西 都是没有折扣的 然后到现在终于进了 道格拉斯 然后呢 还可以八折 然后赶紧下 现在我真的发现 德国美妆的产品的折扣力度 真的远远超过美国 我们这边就是经常八折 有的是七五折 有的是七九折 这个Hourglass 这也太划算了吧 你看看斯福南八折的时候 全整个YouTube都炸了 然后推荐买这个 买那还怎么清单 我们这everyday都是八折 OK 好 那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我这个是不是上个白 上次说过了 我也不知道 是shell这个颜色 就是夏天下来 不是特别热吗 都我也注意特别特别热了 然后呢 你就是上边 刷两刀 这边就刷两刀 然后因为我上次推荐的 那个artist brush 然后刷开 也没有刷痕 然后就很快就出马了 大概上个粉底 两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呢 我是很喜欢 如果你是黄皮的话 我也常常推荐你这个色号 是shell这个颜色 你看 这样看起来都比我本身的白 但是你 因为我现在涂了好几层嘛 只要你包包一涂 涂一层 然后用那个刷子刷开的话 这个就是我本身的这个颜色 还挺好看的 如果你喜欢就是 就是粉底能让你看起来更白一号的话 你可以搜其他的颜色 但shell这个颜色也是很适合 就是亚洲的那个颜色 好 那第三个呢 这个真的是很难买到的 Murphy的定妆喷雾 其实它在几个月前吧 就它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YouTube上欧美的美妆大神们 就统一推荐 凡是用过它的 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好用 然后呢就超级说它定妆效果又好 然后就是用起来感觉又棒 然后当时我就想去买 然后在所有的网站 全部全部全部断货 包括它当时是自己的官网上断货的 然后现在我终于在Beauty Bay上买到了它 然后我就 它竟然还打这个 哈哈哈开心死了 然后呢 然后我给我周围的人用了一圈 所有的人都说的好用 我给你们看一下 而且这个布很细很细 然后一般我们那种 就Spring那种你喷 有的柱很大 它会实际是会花掉你的妆 或者去破坏你的妆 如果柱很小的话 你也不会 你要多喷几次才能喷满全脸 那我这个呢就可以 你可以这样喷 哇这个物超级 我吃到蛇头了 这个物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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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细 而且它这个喷雾也不是那种很激进的那种 它是很温和的 然后喷完你全脸 有任何一个人说不好用 看准它 赶紧去买才十几块钱一个喷雾 哎呀太适合夏天了 我好爱它 好吧 那么我们下面来推几个小电器 就是一般我用完喷雾的话 我平时是用扇子扇 那最近呢我就是懒人的 在懒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我买了一个这个 我才花了十块钱包油 像我刚刚用完喷雾的话 然后这样喷一下 瞬间就干了喷雾 超好用 而且还有三档可挑 携带一下 你们听 这个已经风速很好了 而且呢如果你要是平时上班上学 或者你不是坐在电脑前吗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电脑旁边 就是显示屏旁边 这样把它立住 立住然后让它不能吹你 它的风真的是很温和 下面一个我推荐一个耳温枪 因为我是买那个的时候 我就是一起买了几件东西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好 我是在那个叫叫 Gearbest那个网站上面 它是一个国内的跨境电商 现在很多国内的跨境电商 都做得很好 就是他们会把国内 比如说淘宝啊 或者是国内电商 卖的比较好的品牌 比如说小米之类的 在德国就超受欢迎的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寄到德国来 而且是免油的 而且价格跟国内 真的差不多太多 所以呢我觉得还挺好的 也很想支持一下国内的品牌 那这个呢我之前用的是 博朗的耳温枪 它就是那个前面有个头 然后塞一个塞一个塞一个塑料的套 然后再插到耳朵里这样弄 然后那博朗的耳温枪 我觉得是很准的 然后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每次还要去买那个塑料的 那个保护的防菌的那个抹膜嘛 对吧 然后呢每次还要换 然后冬天就是晚上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发烧是 大部分小孩发烧是在栏上 它我买的地方可能比较低的 它那个液晶瓶是不发亮的 就是说我测完了这个多少度 然后我还得拿它拎出来 走到有光的地方 才能看到这个实际的体温有多少 但这一款呢是国内的 也是好像是小米 还是小米极限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看它卖的 其实代行价很好 我就买了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 它超快 它是这个额蚊枪 额蚊枪是插进去的 额蚊枪就是 你不能就是贴到你的脑门 你要大概距离三厘米的时候 然后呢你先按一下 它就开始了 距离三厘米的地方再点一下 然后呢它这个手柜 然后它就会出现你的温度 看到这样了 36.6 这个超级快 而且不用换这个套 我觉得比那个柏朗的轮枪要方便 但是从准确度来讲 柏朗的轮枪是肯定 你插进去的 肯定准 你这个距离 你说是三厘米 有的时候两厘米 有的时候四厘米 可能就是微微的会有不一样 但是那个的话肯定是最准的 但是我觉得像给小孩如果测发烧的话 你其实只需要这个大概是38度39度 然后就基本上能判定它是不是发烧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会很方便 而且它这个液晶屏在夜晚的时候会有显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反正我有两个 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真的是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长年我从大学毕业以后 我所从事的工作 没名其妙就是全部是高强度的工作 然后我有点时间在华为工作 你想看强度有多高 感觉每天干完一天下来 眼睛要瞎了 然后现在我的工作也很累 我最近觉得眼睛非常非常不舒服 有的时候我会故意的歇一天 或者少干一点 因为感觉眼球疼 然后有的时候看东西都会有点虚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个是一个套在眼睛上的 一个套 但是我不套 因为我现在有画眼影 我怕它里面又是布嘛 所以我怕它已经脏了 它大概是套在这里面的 然后你把它打开 它就会按摩你的太阳穴 还有你眼眶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微微的加热 微微微微非常少的热 让你的眼睛非常的放松 然后它这个按摩的力度三档 一档就是放松 一档就是放松 然后一档是就是保健的 像是medicare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档是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我就是用最低的那一档 然后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看一下摸起来很软嘛 但你打开之后 它就会在里面有不同的小气囊出来 这个小气囊先鼓起来 先有这个声音 然后鼓起来 然后鼓然后这样摸你 这样按摩 然后它的气囊就散了 然后它会在另外一个位置 这个气囊再鼓起来 再摸 再按摩你的地方 然后再散 完美 拣完之后你真的是 感觉爽死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里面按摩的同时 它还会放音乐 然后这个音乐就是一种很古老的音乐 我看这样能打开吗 这种长按就打开了 你听 这就是它开始按摩了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气囊会 你看它起来了 这个气囊看到没 看气囊起来了 然后呲又推下去 然后气囊又起来了 它在不同的位置 就是这个眼眶的不同的位置 会有气囊起来 然后再下去 然后整体就是让你放松很好 除了这个音乐圆图以外 这个东西如果你是高强度的上学 或者是上班 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我想 下一个推荐的是这个 这个是DM的一个 德国本土的一个DM美妆 算没着 任何超市吧 它除了这个 这个我觉得它真的挺好用的 它是那种湿巾 但这种湿巾呢 就是擦桌子 或者是擦柜子的湿巾 那就是如果你很懒 像我一样 你不想用这个抹布 然后弄干净 然后擦完了 然后再去清洗一个抹布的话 它就是一次性的 就是你每次吃完饭的时候 抽出几张的 然后把你的桌子一擦干净 然后把这个布一扔就好了 超级方便的这个 我都买了N包 它现在除了擦桌子的 还有擦地的 都是一次性的 擦完了 就一扔 哇塞 诶 听见好像很多环保 是可以回收吗 哦 好像不是很环保 是吧 反正就是不环保 但是真的很适合懒人 这个东西 你们可以去编码看一下 好 下面一个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无聊 因为这个Tender Teezer 它是很久很久很久 以前就有的这个牌子 但是因为我长年就是短头发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女儿现在是长头发 所以她平时吃冰淇淋啊 吃了黏的东西 头发长黏的都是那种拧 然后哎呀 反正很难通开 然后呢 我就给她买了一个这个 我一开始是用的 博朗的电子的那个 就是发放离子颗粒的那种 顺的那个梳子 但是那个对于小孩 如果她吃是个长期有水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上面 那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 就是我拿那给她书的话 她会有撕扯的 她说很难受很疼的感觉 但是这个呢 真的就是一书就疼 哇我真的没想到这么一个 靠物理的方法做出来的书子 竟然如此之神奇 因为我自己没有长发 所以我从来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牌子 但是我不知道她真的管用 她真的很管用 如果你的小孩也有长头发 而且经常有那种黏腻的 头发打不开的 我建议给你她买一个 它是很好用的 那我最后一个放一个吐槽吧 就是这个Stila的这个 液体的眼影 很多很多博主都推荐过 然后我就买了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好像是个新的颜色 叫Wonder Loose Lust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这上面看一下吧 就是她这个头是很舒服的 可是她没有办法 把这个亮片涂得很均匀 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我这张图 就是她感觉一坨一坨的 有的地方就是多一点 有的地方就少一点 有的地方完全没有 是不是因为亮片太大的 这个原因呢 我买的这个色号 我不知道其他的亮 色号的亮片是不是少一点 那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 我吐槽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涂到眼皮上以后 它会有一种火辣辣的刺痛感 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这个眼影 怎么会有刺痛感呢 我的眼皮就火热热的 要有一会儿它这个刺痛感才消下去 所以这个我到买到现在来讲 一次都没有用过 然后这个东西也不便宜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买的话 至少反正不能买我这个颜色 其他的颜色也许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没买 因为买了这个颜色 我也不想买其他的颜色了 所以我觉得这给你们做参考吧 因为这一根可能也要二十块钱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省了 您看看我这个真的是 哎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面了 过两天我去意大利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录一个vlog 是这次租的一个很贵很贵的house 所以会有点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所以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内容有点兴趣的话 那么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好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